山西王家大院才是院子中的天花板 因为它比故宫还大近两倍 里面光房间就有一千多间 如果每天住一间 三年都住不完 被称为山西的紫禁城 在这华夏明居第一宅里 有两间西式珍宝 大清万年一桶江山图 还有竹门石雕 都是无价之宝 没见过吧 关注小帅 带你走进这世界都为之震撼的王家大院 现在我们走进王家大院 这是他们家的院墙 有十来米高 这哪里是大门啊 简直就是城堡 看门口还有狮子蹲守着 普普通通老百姓家里面 可不能够随意摆放狮子的 哇这个城墙的厚度 估计有十来米 我是一米八的个头 看看这个城门 估计有七八米高吧 哇这也太重了 诶 知识点来了 这是他们家门铃 门铃可不能随意滥敲 要敲一下再敲两下 如果一直敲 那是爆伤的 前面这个场景你会很熟悉 因为它是刀客家族的女人里面的跑马道 堪比现在的高速公路 了不起吧 走 他们家的停车场 也是中国最早的充电庄 拴马庄 王家大院门口的拴马庄啊 你只要来谈生意 不管谈不谈得成 你把马往这一拴 就给你加满九十七号机油 还给你洗一个澡 把蹄子给修一修 你说王家大院 生意能做不好吗 那边还有下马石 下马石越高 代表着它的等级就越高 这边是南门 轻易不会打开的 专门为了迎接圣旨的 所以小帅来了 它也不会开门 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大象的石雕 摸摸大象头 吃穿不用愁 这个大象很有意思 银行门口大象的鼻子 都是往下弯曲 代表着进产 它为什么往上翘起 然后昂首向上呢 这个代表着平步青云 能够吸收天产 还要摸摸大象尾啊 就像现在一样 顺风又顺水 下雨了 看看这个石雕 小帅走了这么多地方 从来没有看过狮子 两腿往后蹬 浮冲向下的 狮子是正宅的 这个代表着铺狮 能够扑灭灾难 扑灭不好的东西 大清万年 一统天下全途 就在这个院子里面 走 哇 这个门槛也太高了 门槛越高 证明他们家里面地位就越高 还有门槛一定不要踩 因为跨过去的是门 跨不过去的才是砍 看看这个扁 归圆俱方 归字多了一点 锯字多了一点 证明规矩多一点 麻烦了就少一点 整个院子成的是方形的 告诉我们做人要方方正正的 但是中间却放了一个圆润的钢 告诉我们做事 要圆圆润润 这样才能够方形天下 这可不是钢 它叫做海 因为十年山西九年旱 这里很缺水 都会在这里摆一个大水光 被称为门海 正对着门 开门见到海 财源滚滚来 刚放在这里 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这边都是木质建筑 一旦着火了 就可以很及时的取水 起到消防的作用 可以看到这个石雕真的很精美 狮子在玩秀球 大家可以在这里打出几个字 好事在后头 我们进来看一下 里面这个位置 全部都是宝贝 这就是那件大清万年 一统天下全土 看看 那个时候 我们国家的版图大不大 你知道什么叫做清仪社吗 看 这边还有刘庸 曾经写下的字 还有这个花瓶 都快由我高了 你知道它值多少钱吗 王家之所以能够传承 元明清三个朝代 八代兴旺 主要还是离不开教育 这就是他们家的书房 那件西式珍宝 竹门石雕 这个石雕不仅仅是因为无价之宝才珍贵 更重要的是它里面的富含文化价值 整个门框讲述了一个人的一生 王家希望自己家小少爷在读书的时候 能够像竹子一样扎根在土里 踏踏实实地成长 才能够打牢根基 将来像竹子一样节节高升 竹子虚空本无心 告诉自己家小少爷在读书的时候 应当要虚心好学 在门框之上雕塑的是碎寒山友 松竹梅 小少爷通过十年的寒窗苦读 最后考取公民 才能够喜鹊登梅 书房里的这个小石雕可有讲究了 它是两只小猴子 代表着背背封猴之意 你看 它耳朵是捂住的 告诉自己家小少爷 在读书的时候 要两耳不闻窗外式 一心只读 圣贤书 哎呀下大雨了 但是大家闺秀的闺房 还没看呢 那可不行 先看看这幅石雕 叫做五子登科 是父母对孩子的一种期许 希望孩子长大之后 能够金榜提名 学业有成 这个上去就是闺房了 看看这几幅石雕 特别的具有寓意 这幅钓得非常精美 上面是一个马蜂窝 下面钓着一个猴子 寓意着风猴挂印 往上走是狮子正宅的 这个叫做莲花童子抱鲤鱼 它可是寓意着子孙绵延的意思 还有这个是一个南瓜 寓意着多子多福 这就是闺房 以前的小姐很可怜的 13岁的时候 就要走13级台阶 来到闺房当中 14岁开始留发 15岁就可以嫁人了 两年的时间不能离开闺房 正所谓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这就叫做大家闺秀 如果说到了20岁 还没有嫁出去 那就很不好了 老姑娘了 都说王家闺来不看院 都凌晨落堂机了 还看什么看 关注小帅下个视频 带你去看看 走在路上都能够踢到 金圆宝的平遥古城